只废话 钱学森弹道有多强 将弹道导弹和飞航导弹的轨迹融合在一起 指哪打哪 变成了敌方无法拦截的高超音速武器 而这个理论老美到现在都没有突破 为什么只有中国能掌握钱学森弹道 想造超音速武器 单单是气动射解就难倒大部分国家 没有高超音速风动 做出来就是布朗弹 而风动瞬间耗电量 就比得上一座城市 而除此之外 还有一台超算 一天也有30万 年轻时的钱学森有多厉害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大和四个同学 搞出的火箭俱乐部 把宿舍炸出了一个洞 校长还找了个空地让他们继续搞 而这个空地就是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钱森 也就是美国航天航空局的钱森 钱学森受到美政府费用折磨 关押13天还干扰睡眠 令钱老报受13磅 将他巨额保时军出狱后 又受到长达5年的软禁 而当年为救钱学森 中国付出了什么代价 我国最终释放 11名在朝鲜被俘的美国飞行员 钱学森的工资有多高 刚回国时月薪335.8元 而后面涨了工资 钱老还主动要求降薪 要知道他在美国年薪起步估算 都是15万美元 为了加强对钱学森的保护 1964年就是两弹研制的关键时刻 却出现了特务在食品中投毒暗杀事件 回国之后的钱学森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 在钱老的火箭助推带领下 两弹一新成功研制 1964年原子弹 1967年轻弹 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 钱老完全是从零到一 填补了我国航天发展的空缺 钱学森什么时候逝世 2009年10月31日 98岁的钱学森去世 国家记忆学森高规格礼遇 由三军一战队为其抬关 数十万百姓挥泪送行